欢迎来到我家 这是我们现在居住的两室一厅 位于墨尔本东南部 前往市区火车车城15分钟左右 每月租金大约1600澳币 进门的左手边有一个鞋柜 鞋柜上面我们安装了挂钩 用来挂大衣和外套 门的右手边是储物柜 我们用来放电器的包装和搬家的箱子 行李箱 在客厅我们放置了这张我非常喜欢的蓝色双人沙发 茶几也选择了深色系 除了桌面以外 茶几下层可以用来放电视遥控和桌游 这张腾蝙蝠手椅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奶奶家的感觉 在客厅里面我们放置了不少植物 因为客厅朝北 所以一整天都有很充足的光照 沙发的两侧我分别摆放了龟背竹 橡皮树 电视机一侧摆放了虎皮栏和三尾盔 为了装点空间 我还挂了一些装饰画 电视机旁有一个置物架 但也只简单的摆了一些物品 比如一些书 我们的PlayStation 以及最近经常用到的防护用品 电视机下方的架子是房子原本有的 就利用起来放游戏碟片和书 和电视一起的是两个Google Nest组成的环绕音响和Alexa 客厅的另一边是我们的餐桌 也是我的工作空间 我一般喜欢保持桌面整洁 接下来是厨房 厨房的操作台面积比较小 所以我们额外购置了操作台 台面上一般会放常用的滤水器 热水壶 调料和咖啡胶囊 下面是微波炉 搅拌机 锅具和一些食物 我们最常用的电器就是吐司机和咖啡机 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 另一侧是电饭包和气泡水机 我们还利用了吊柜下面的垂直空间 挂的是一些常用的烹饪工具 抽屉里面放的是餐具 收纳盒和购物袋 吸尘器在冰箱旁边 冰箱里面的东西一般不少 我们一周购物两次 一次会买三天的食物 水果 蔬菜 酱料都有 冰箱的冷冻层一般放肉 都用收纳盒收好 一些不需要冷藏的食物就放进吊柜 我们的餐具也放在这里 接下来是我们的卧室 卧室也是朝北 所以光照充足 我们的床是double size 选了深绿色的床品 床的两边是两个床头柜 我的床头柜上放了一盏台灯 和一些常用的护肤 抽屉里是我的彩妆和一些个人文件 它的床头柜有另一个Alexa 床底的收纳盒里有我的个人护理用品和药品 床的对面是我的衣柜 衣柜门是镜子所以比较方便 外套和衬衫我都会挂起来 其余的都叠好放进抽屉 左边的三层我分别用来放我的数码产品 包包和内衣裤 下面的四个抽屉分别用来放上衣 裤子 裙子 运动衣和睡衣 鞋子放进鞋盒也放在衣柜里 右边一侧是冬天的大衣和我的乐器 衣柜的顶层用来放背包 行李箱 不应激的床品和其他纸盒子 我们的浴室比较小 但该放的东西都能放下 浸柜里是我们的日用品 在浴缸和洗衣机之间 我们放了一个比较窄的织物架 洗衣机上方的吊柜用来放洗衣液和吹风机 洗衣机的另一侧是脏衣兰 另一个房间是它的办公室 我们也会把衣服晾在这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的衣柜就是它的衣柜 那么到这里我的家就介绍完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留言评论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